下一個七煞星 這個講到七煞星呢 或許他們的外型 會有給人家那種鼻子很高聳的狀態會出現 為什麼呢 以面向學來說啊 當一個人鼻子很高聳的時候 表示他就會有非常堅強的意志力 剛好對應七煞星是非常 非常的有意志力的一顆心耀 那麼對於長相來說呢 七煞星的人 女孩子很容易出現酒窩 削肩 肩膀比較窄一些 那對應身體裡面的狀況呢 因為七煞是屬精 所以通常像肺啊 還有對應你的皮膚啊 先天或許比較弱一些 下一個破均星 破均星呢 對應的幾乎都是俊男美女的代言詞 破均星的人呢 眼睛六大又圓 也是他們的特色代表 但對應破均這個化氣為號的心耀 破均在極熱宮的人呢 他們當然會願意的 不顧一切的去破耗他的身體 去使用他的身體 這一點呢 一樣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的 那另外對應身體呢 疏碎我們就知道 腎 虛化藥 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子宮 這是對於女性同胞們 如果你的破均星呢 是出現在你的幾乳宮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副科跟子宮的狀態 下一個貪狼星 大家都會以為這個超級到大桃花星 貪狼星 當它出現在你的幾乳宮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長得特別的妖艷 特別的美麗呢 其實好像不是喔 貪狼星 它的大桃花 它的好人緣 其實來自於 它的這個好相處的狀態 跟它的長相 一點關係都沒有 實際上貪狼星的人 他們的長相比較會偏 譬如說像健康的膚色啊 嘴唇比較厚啊 眼睛比較開啊 就像是一隻小狐狸一樣喔 它是討喜很可愛的 不是妖艷型的唷 那因為貪狼星的五行 對應給有鼠木的部分啊 像天際一樣喔 它們呢 除了就是貪狼星鼠水 該注意到的部分之外 鼠木還會有對應到肝的部分的問題喔 所以你的肝好好的照顧一下喔 不要為了貪玩 到處玩去 損害掉你的睡眠 損害掉你的肝喔 下一個巨門棋 剛剛有稍微提到 巨門棋的人呢 他們的下顎會比較寬一些喔 像那個 順子有沒有 它的這裡就特別寬喔 它其實很對應巨門棋的長相喔 那另外呢 巨門棋的人 牙齒也稍微不好一些 對應屬水的五行 那麼在於肾循環的部分 其實也要多注意一下 還有什麼痛風啊 糖尿啊 都是巨門棋 要比較小心跟注意的喔 下一個 連真心喔 這個連真心呢 也被人家形容很像是外國人 很像是混血的長相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連真心的人呢 他們對於這個下顎的這個骨頭的部分喔 會比較突出比較明顯就對了 那你當你這兩邊比較明顯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會蠻像是外國人 加上你又皮膚比較白 那麼 長的又很有特色 自然就會被大家公認成是一個帥哥美女的星座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要提到的一點是 連真心他因為是無貴心腰 磁場其實也是很強大的喔 對應這個磁場強大的心腰 如果說 他出現在你的命切腹肌 命功 遷移功 可能好一些 父母功跟疾惡功 主要是命功疾惡功 當然 父母功也會帶給你喔 通常呢 我們會說這個人 他有潛在的癌症因子 但是呢 潛在不代表你一定有 是說呢 如果你有出現盤上是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多問了一句 那你的長輩喔 爸爸媽媽的公阿嬤 有沒有人曾經得過癌症 若是有 那麼 你的這個癌症因子 或許比較浮動 心思比較高 你自己的生活 你的飲食 可能就要多加注意一個小心喔 因為你的機率會比別人多一些呢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喔 最後一個 五曲心 好 五曲心的長相呢 還蠻容易辨識的喔 他們骨架很粗 很骨架粗 群骨高 看起來就是比較五斑 比較硬的這樣子感覺 身材 兩眼也很有神 兩眼有神 那對應在體內的狀況 因為屬靜喔 所以一樣的肺啊 皮膚啊 這種狀況 可能先天會弱一些些 那就多注意一下 那以上這四顆心藥呢 雖然都跟同學提到了說 你可能天生在這一些的部分 你的身體狀況哪裡哪裡 可能稍微比較弱 但比較弱不代表你一定會出事 知道嗎 因為這個叫本命盤 它是你一出生就帶來這個世上的 所以當如果你知道你的命盤上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你只要在往後的人生 好好的去注意 好好的去保養你的身體狀況 自然而然你的這一些天生比較弱的地方 它就不會是問題產生的狀況喔 因為運線在走 知道嗎 如果呢 你的運線都走得非常好 沒有遇到什麼有的沒的殺雞心來影響你 基本上呢 你的這個弱的狀況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但如果呢 你一直有在好好好好的保養你的身體 那麼即使遇到殺雞 過來去影響你 再怎麼樣也不至於影響到太嚴重喔 這個是指身體的狀況 疾病的部分喔 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喔 好那另外還要再跟同學們介紹的 我們除了主心出現在脊弓之外呢 或許你也會很擔心喔 老師那個啊 我的脊弱孔裡面好多的殺雞 我是不是注定要開一套同學 一樣喔 因為是本命盤 這個呢 本命盤呢 我們只能說 我們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樣子的使用態度 我對我的身體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不是說呢 你在你的命盤上面的脊弱孔看到了殺雞 你就完蛋了齁 我這輩子我身體糟透了 絕對不是這樣子在解毒的唷 有時候呢 殺雞在你的身體裡面 其實不見得一定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殺雞 當他們出現在你脊弱孔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解釋 比如說 當有情陽性出現在你脊弱孔的時候 那麼我們換句話說 你或許可以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健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會好好的拼命的去使用你的身體 你要怎麼樣能夠使用你的身體 你要健康的狀況下 你才能去好好的使用它 它其實有一個相對應的狀態喔 不要看到羊就覺得會開高 不是這樣子的解釋喔 有時候呢 我真的很想用 但是我都躺在床上 我想問我也沒得用 對啦 第二個叫靈心喔 靈心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會有 十分有耐性 忍耐力的一個心耀 所以其實我們時常可以發現 像一些運動員 一些專門國家級賽事選手 或許他們的靈心都在他們的疾惡宫 為什麼呢 他對於他的身體的忍受度 耐性是比較高的喔 我只有願意這樣子去磨練 訓練我的身體 那麼我才有機會 有一天能夠達到我是運動選手 我是超高標準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喔 所以啊 像那種不怕苦啊 不怕磨難啊 像那個小袋啊 我們或許可以強烈的懷疑 他的靈心應該就在他的疾惡宫上面喔 這個厲害的國手呢 下一個火星 這個火星在你的疾惡宫呢 除了它對應你 可能真的是火氣會大一些之外呢 我們就像是晴陽星的看法 你願意使用你的身體 基本上火星在你的疾惡宫裡面 對應的你一樣是一個 能夠比較強壯的狀態喔 當然 個性還是會急一點 畢竟是火星嘛 會爆會爆喔 那麼 剛剛介紹的這三顆殺星 如果它是出現在你疾惡宫上面的話 有一個說法是 你的外型 你的長相 會特別的吸引人 特別吸引人呢 講白話叫做帥哥美女喔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要說 可能是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因為你散發中突特的氣息 因為這一些殺星的關係 而讓你的長相 特別的有特色或者是有個性去吸引別人 多看你兩眼喔 但一樣的啦 白話文她就是帥哥美女喔 會有吸引人的特質在上面喔 最後呢 還有一個陀螺星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沒有辦法呢 就是散發出荷爾蒙吸引人的特質之一喔 陀螺星它對應的呢 就像是你的皮膚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 所以基本上陀螺星如果出現在急二宮的時候 你的皮膚狀況會稍微比較不好喔 它就不會列在好看的這一區裡面喔 有一點可惜 但也沒關係 陀螺星在你的急二宮裡面 你一樣的是會好好的磨練 和操勞你的身體呢 再度重生 天生體質比較弱呢 不代表你就一定會生病 知道嗎 還是要看一下你的運線怎麼樣的走 有沒有遇到煞技型喔 有沒有遇到其他的四話來影響 才能夠去整理跟推算 後面會出現什麼樣子的狀況喔 今天介紹的都是本地板上的天生的特質 還有我的長相的部分 就跟同學做分享囉